我把螺絲放在一起 它說你打到它 Yeah, 下班了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大家好, 我是Van仔 今天看到剛才的影片 應該知道我換了電視機 這是什麼電視機呢? 就是LG C3 OLED EVO C3 4K智能電視 我在AVTV Mall買的電視機 其實在我現在拍片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做了水魚 我先看看取貨日期 電視機是7月底的時候買的 講一點個人的分享 為什麼會換這部機 或者是有什麼原因選擇它 首先我之前用的那部是螺絲 沒錯, 螺絲 倒閉了那間螺絲 應該是Super X 43 Pro 這部電視機 它是非常薄 4K60的電視機 其實這部機真的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因為以2024年的標準來計算的話 咦? 因為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感覺到它是一塊塊的 但那時候就覺得4000多元的質素 可能是差不多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畫面的質素 除了剛才說光的 可能有些光控的問題 質素也是一個我覺得比較關心的東西 因為它看出來的顏色 真的不漂亮之餘 還有我覺得有點爛爛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狀 好像是它的顏色表現比較差 叫做普通用OK的 例如你看看電視 但當你玩遊戲 做一些有HDR6 4K的影片 你就會發現 那些黑色好像有一塊灰灰的黑色在裡面 類似就是這樣 然後第三件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部網絡電視機 所以它是有一些網絡功能 而這個網絡功能就牽涉了很多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網絡 因為現在它樂視電視已經收到很便宜 如果以我的記憶就沒有了那些功能 第二它就不是Android底 即不是Google那種Android底 第三就是它每一次開機的時候都有廣告 那部電視哪怕你沒有Ladware都好 其實它也是會有廣告在播 當然它是最後一次update的時候的廣告 當然這部電視機這麼便宜有廣告 我覺得也不是問題 但如果這個廣告是有趣的話 當然就值得看了 不知道大家在幾年前的Facebox 有沒有看過Ray Shadow Legends的廣告 我很深刻 就是有一隻骷髏骨說自己多費多費 那個真的令到我有下載遊戲來玩 很深刻 所以這個廣告是非常好 正如你剛才所說 這個網絡是我自己付款的 而Ray Shadow Legends看到這樣就支持了我們了 猜不到一隻2018年的手遊會找我去介紹之餘 而最猜不到就是這個遊戲已經有中文化了 而最猜不到就是這個遊戲支援4K之餘 還有高畫質的畫面 Ray Shadow Legends就是一隻以角色育成的RPG遊戲 玩家可以組成一個小隊去過關 除了技能攻擊令戰鬥更加有策略性之外 說得浴城遊戲自然都有人物升級和裝備配搭 所以玩起來其實都要用一下腦 說到RPG遊戲自然都有劇情 除了關與關的劇情之外 遊戲還有一些迷你劇可以了解角色背景 作為浴城遊戲當然都有農裝的元素 玩家可以透過日常任務和關卡收集資源 而且遊戲還有工會系統 裡面有不同任務給大家收集五星英雄的資源 所以零貨都可以慢慢養到你的主力單位 現在新玩家只要用這條影片的QR曲登入 就馬上送你英雄塔哥爾 當大家玩到15級時還有學機送 加上近期最新活動阿斯加德紛爭 即是在10月23日 只要你登入到7天即送你詐騙者樂機 而且活動更加可以獲得到其他三位不歐神話主題的英雄 包括索爾、狐雷雅和奧丁 如果大家最近沒什麼遊戲適合就不妨可以試一下 因為遊戲是免費的 電腦也可以、Android也可以、iPhone也可以玩到 有興趣用影片的QR曲下來玩吧 大致上講完樂節電視的缺點 然後我們講一下為什麼會買這部LG C3 其實如果這一刻去買的話 我非常記得大家是買C4的 因為當時我買C3的原因是因為C4的價錢是偏貴的 總之我看到最便宜也要8千多元 現在C4已經是落到6800元左右 而我買的C3最便宜的價錢是5999元 你說欠了2千多元,我當然是選C3 而現在欠這麼少價錢的情況下 總是C4的 尤其是我這一部只有一年補 不知道為什麼 正常應該是三年補的 而這部是一年補的,我不明白 Anyway,為什麼要選C3或者C4呢 其實我最初還有幾個選擇的 第一個就是Skyworld的一部非常入門的4K 120Hz 而另一部就是Samsung QN90 就是一部走Mini LED的電視 所以看到三者我想買的原因是要高Hz 因為主要這部C3或者C4是4K 120Hz 或者144Hz的一個螢幕 而它是用到OLED的屏幕 而我可能說一點,Skyworld的個案 因為其實是一部最便宜的4K 120Hz 同時是有一個好的喇叭 而Samsung是一部Mini LED的電視 而且是薄的 如果說薄的話,Samsung應該是最薄的 而LG就會是其二,而Skyworld是最差的 主要原因就是Skyworld有一個大喇叭在後面 我不知道是機器的Panel比較厚的關係 才再做喇叭下去,讓它看起來沒那麼厚 剛才也說到,樂視的電視機是很薄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無論如何都選不下Skyworld 因為真的太厚了 我看過10天之後,好像大概差不多的厚度 真的很誇張 如果我放在我的房間的話 因為我這部場景大家看到的 其實現在的厚度不算是很厚 但如果在電視很厚的情況下 它真的太厚了,我覺得不太好 我始終床已經不太大了 你還弄到這麼厚的東西就壓迫感很大 所以最後那時候打算是Samsung或是LG的C3去選其一 然後我就上網去看了 它比較兩者,看那些鬼魯網 然後認同C3會比那部Samsung好 不論遊戲性也好,看影片也好 都是OLED是現形的Mini LED 除了質素上說LG贏之外 同時價錢也贏 Samsung的話 好像我問過價錢最便宜都要7000多元 而這部LG就說是6000元不用 所以價錢也有差一點 所以那時候的選擇就選了C3 現在大家可以選C4 但那時候我去問那些店舖的話 其實他們都說C3和C4不是差很多 因為最主要是新增加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由4K120變成4K144 但根據我之前做過一些測試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這樣 因為之前有一部TCL的55吋 那時候都標榜是4K144Hz 但是如果插NVIDIA卡的話 它只可以去到4K120 而如果要用到144的話 沒錯,是要用AMD YES 在Mini PC上真的甚少看到AMD 而再者,我就是用了4060的NVIDIA卡 所以這一點就不太吸引到我換無C4 第二樣不同的東西就應該是個Processor 沒有記錯,就是那顆AI的Processor 由Gen6上到Gen7 至於AI能否吸引到我呢 我又真的沒有看過 所以我也不敢說 因為那時候說沒有實物 我只看了C3,看不到C4 然後你說,它的AI很厲害 你可以buff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都看不到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看不到實物 那沒有了 就是這樣 所以令到我最終購買了一部C3 因為這部也是用來看電視 就是看Netflix Netflix and chill 不是,最近流行打羽毛球 還有就是用來玩遊戲機 因為有4K120當然是用盡 所以就買了它 買這部東西的時候 另外要注注一些東西 剛才就說一年補三年補的東西 你要看清楚保養 是水貨的行貨 第二樣就是,如果你是行貨的話 是會有師傅上來幫你安裝的 那時候也挺搞笑的 因為那時候師傅就看到我一直在拍片 就問我,你為什麼在拍片呢 原來那些電視機要拍片嗎 等一下有什麼燈爛了那些 可以看回來嘛 然後師傅就說,有我在這裡不用拍片的 就是這樣啦,所以如果你是買官方 它應該會補給你這個螢幕的問題 另外就是掛牆這件事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掛牆在這裡 我沒有叫它做價錢的服務 我自己裝上去而已 這部份就會延伸到你那間公司是什麼公司 因為如果你說去八路會買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這些服務 就是你買到一個螢幕的源頭 而這個電視最之前的時候 就是找了一間公司幫我裝 因為之前我外面有一部小米電視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自己買了一個架 然後師傅再收裝工 好像收了400-500元兩個架 因為那時候我包了一部電視機 所以可能它會便宜給我 我不知道外面怎樣收費 如果你懂得自己鑽 當然是自己鑽,最簡單的方便 然後另外要注意 這部電視機在後面的Visa洞 一般你看到的電視機都是正方形為主 應該 而它就會是20x300mm 所以之前我就是要特意去淘寶買了一個孔 就裝上去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支援孔 所以我要特意去遷就它 然後買一些配件給它 如果你是找師傅去買 你應該不會有錯 如果你自己買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有沒有這個孔 另外這裡再補充多一點 你可能買一些電視機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買一部小的電視機的時候 有很多古惑的東西 譬如TCL 這部記錯的話 應該要50吋以上才是全功能 而它50吋以下的 會有機會是Nurve了一些東西 會斬佑了安橋喇叭 除了TCL之外,其實Samsung的螢幕 它的大尺寸HDR會比小的尺寸好一點 所以你買的電視機的時候 記得要考慮好規格 不然買回來就發現 不是只有120Hz嗎? 原來只有60Hz 對,就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記得考慮好規格 先問清楚 因為我也挺有印象 原本我想選擇TCL 但沒有了 因為它的規格不適合 因為我想買一部43吋左右size的電視機 最終就是篩到剛才的三個方法 這43吋左右的電視機 要有4K120Hz 真的很少選擇 大致上電視的購買心得就說到這麼多 之後就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這個電視機 因為我都想不到這部電視機有什麼可以跟大家評測 因為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我也是這樣跟大家去看一看 可能就在4K120Hz音量上 以及看電視機的表現上 這三方面就做一些demo 就是這樣 首先這個是LG C3的搖控 其實它的樣子跟之前那部8K的按鍵相對近 但就比較小 感覺上就好像沒那麼豪華 還有就是上一代應該可以平放 可以這樣動起放 但這隻好像不行的 但要留意一件事是什麼呢 其實我這個按鍵是可以控制外面的電視機 有時候就是裡面的就關掉了 然後外面的就關掉了 另外有一件事想說就是 搖控是可以這樣動的 所以好像是它獨家的東西 如果喜歡這東西都可能是一個考慮它的原因 我想問這個是不是廣告來的 它真的是廣告來的 介面上可以用到這個WebOS 可以下載一些不同的程式 你看我已經安裝Netflix 可以馬上看到一些動畫、電影 另外我之前問了這個代理 就拿了一部Edify的喇叭 這個喇叭應該是以藍牙為主 但它也是AUX的 所以我就拿了來搖這個C3 我給你看一下 它真的很漂亮 我當時真的看到它的樣子覺得很漂亮 然後就問了代理那邊 RAMBOX那邊就說你想要嗎? 給你吧 你試一下吧 很漂亮 你看它露了一些橙色光 我們現在會試一試這個喇叭 出到這個C3 以及C3的聲音究竟差多少 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剛才那兩段聲音大家覺得如何 第一段就是喇叭 第二段就是內置喇叭 我覺得如果只聽音樂的話 Edify的聲音都比較漂亮 摸到這個廣場 觀念 風吹 音樂 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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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剛才的兩條影片,大概都知道內置喇叭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開到到尾 所以如果要外置喇叭好聲,買到Soundbar就好一點了 如果你用了Edify的話,什麼都開不了 所以看電影是差一點 剛才試了少許Spiderman 黑的環境下可以更顯到OLED的表現 因為OLED的黑位會比較好 除了剛才沒有Mini LED那麼好 而OLED的顏色表現會比Mini LED更好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回到電腦上,試試調整螢幕 120Hz 如果你有看NINUS的話,好像C31出的時候 還是上一代 可以推薦來做電腦螢幕 所以這也是買它的誘因 因為之前的螺絲在4K60表現上是很差的 簡單來說,好像EDIT經常出事 它會認不出4K60的螢幕 我經常進入電腦的時候 它只顯示了4K30 這也是我挺討厭它的原因 它是可以推出4K60的 但經常都要攪輪 好了,攪完4K60之後 它出來的畫面 即是滑鼠的位置 都不太順暢 導致我現在把心一環,整部都換了 大致跟大家試試LG C3的電視機 我覺得整體的表現非常不錯 因為始終有OLED面板 然後$6,000不用 有42吋 如果買正常電腦螢幕的價錢 就更加拿來 但也要提醒大家 電腦螢幕的OLED 應該是跟電視機的OLED有些不同的 可能要上網自己看 但整體而言 如果是電視機體戲娛樂為主的話 我覺得超值的 尤其是C4也跌到6800多的話 更加抵玩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自己上網去研究一下 究竟是買LG C3 C4 還是其他品牌呢 都是自己決定 最後也感謝Rayshadowlegend 去贊助了這條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個QR Code 去下載遊戲來玩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出去 就可以告訴朋友 買這個4K 120Hz 電視機 是有點竅門的 尤其是買小吋的話 就這樣啦 最後也感謝課金會員 VG有不同級的支持 沒有大家的支持 也有創傷的支持 不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評論一下 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不想做會員 都可以試一下SuperFan 就是這樣啦 我是Van仔 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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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真的蠻清的 哈哈哈哈哈哈